拜登總統將於5月19日至21日出席在日本廣島舉辦的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 緊接著於5月24日出席在澳大利亞適尼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 第三次領導人面對面峰會 白宮新聞秘書卡林陽·皮埃爾星期二通過聲明說 七國集團領導人將會討論一系列最緊迫的全球問題 包括是七國集團對沃克蘭的堅定支持 解決全球糧食和氣候危機 確保包容性和巨韻性的經濟增長 以及繼續引頂潔淨能源轉型 至於四方安全對話的領導人討論的重點 將會著重在關鍵、新興技術、優質、基礎建設、 全球衛生、氣候變遷、海域意識 以及其他對印太地區人民重要的議題上深化合作